与你一起分享娱乐圈的那些事 赶紧来看看我这次带回来了什么好料吧 演员是活在聚光灯下的群体 在大众的眼中光鲜亮丽 手中拥有的生活 无论如何都比普通人好 因此我们不刻意抬高哪一个行业 也不过分放大某个行业的心酸 人生在世 多数人都活得不轻松 所以明星有台前的精彩 也有幕后的汗水 只要他们肯付出努力 遵守职业操守 我们也应该以正常的眼光去看待他们 不踩低也不捧高 且每个行业都有春风得意的人 坎坷曲折的人 明星这个行业也不例外 有人在众星捧月中走上人生巅峰 有人在命运的捉弄下生活心酸 像台湾著名演员刘松仁则属于后者 他一直都没有孩子 后来还被抱中风 拄着拐杖 步履蹒跚 让人看着心疼 他曾是亚式一线当红小生 拥有精湛的演技 是一位老戏骨 在演艺的道路上 创造出了精彩的成绩 如此优秀的老演员 却陷入了这样的处境 让人叹息 相信大家都对刘松仁这位老戏骨都不陌生 即使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十有八九也看过他演的戏 23岁那年 刘松仁考入了利德训练班 毕业后成为利德电视台的演员 刘松仁见眉心目的长相 很符合那个时代的审美 在利德拍摄几部剧后 他便小有名气 那时内地的经济还在起步阶段 香港的电影 电视剧主要销往台湾 刘松仁也从香港火到了台湾 尤其是他1977年主演的电视剧《鹿小凤》 在两地都引发了收视热潮 但不同于其他演员 刘松仁对于演戏十分专注 并且愿意研究 他在主演几部电视剧后 便想尝试做导演 但他深知自己能力上的不足 于是便抽出时间出国学习 那时的演员都在剧组拍戏 同一时间挣几份钱 但刘松仁偏偏停工去学习 等他归来后 自导自演了《北极星》 这部戏让刘松仁获得业内一致认可 不管是在演技上 还是在后期制作上 他的艺术审美和巧思都可见一斑 但也是因为刘松仁对于工作太过专注 而引发了不少非议 在片场 他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 而且很多时候会一个人沉思 当演员达不到要求 或者别人打扰到他时 他立马翻脸发脾气 当时业内到处流传着他很不好搞 然而刘松仁的演技又是有目共睹的 他与汪明泉合作拍摄了《精华春梦》 饰演有手好闲 但又真诚善良的金燕熙 金燕熙作为小说的男主角 既让观众恨其不争 又让观众怜其无辜 是个复杂又多面的角色 刘松仁当年凭借这个角色成为当家小生 并且一度红过周润发 堪称顶流 后来刘松仁签约到雅士 依然保持着自己大男主的地位 他和米雪共同出演《平宗侠影录》 是梁生宇最满意的版本 刘松仁本人自带一股正气 由内而外 再加上外形优势 非常适合扮演侠肝义胆的大侠 也是这部剧让刘松仁认识好友米雪 两人年纪相仿 狼才女貌 在剧中饰演一对情侣 随着剧集的热播 观众也将两人视为金童玉女 看到这对CP如此受欢迎 电视台也想办法将他们凑到一起 两人开始不断合作 甚至到了60多岁 还在一起拍戏 回头算算 两人竟然合作了13部剧 虽然观众很希望两个人在一起 但他俩的关系 却始终保持在好友 两人各自有各自的感情 当时刘松仁暗恋赵雅之 并形容他的美丽脱俗 然而他却迟迟不敢表白 刘松仁外表看起来气场十足 实则内向寡言 迟迟不敢靠近 有一次 他在工作上帮助了赵雅之 为了感激他的人情 赵雅之特地邀请他吃饭 结果刘松仁竟然因为工作原因 排不开时间只能拒绝 不久后 赵雅之便被富商追走 并火速结婚生子 每每回忆起来 刘松仁都后悔不已 后来刘松仁也遇到了自己的女友李颖 她同样是亚式的一名女演员 说不上多么出众 但一头清爽的短发 和开朗的性格 十分讨人喜欢 而刘松仁相比 李颖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 她最大的成绩 便是曾经获得 力得最受欢迎十大艺人 而且李颖和刘松仁的性格完全不同 一个好敬 一个好动 李颖喜欢收工后 和朋友一起唱歌跳舞 经常玩到很晚才回家 而刘松仁却不爱出门 起初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 互相吸引 但相处久了 便成了矛盾 有一次刘松仁去美国进修 李颖便喊了一大群朋友来家里开party 等到她回来时 看到家里一片狼藉 十分恼怒 两人为此经常吵架 数次分分合合 经过了七年的磕磕绊绊 最终选择分手 当记者问到李颖两人分手的原因时 她抱怨说 刘松仁总是唠叨她 时不时冷战 当问到她是否有喜欢的对象时 她回答说还没有 看缘分 结果不久后 她就被富商追走 并火速闪婚 李颖结婚后便退出了娱乐圈 生下了两个女儿 过起了富泰生活 直到近几年 她的大女儿参加港姐选美 她才重新露面 为女儿打气 可惜女儿依旧没能走到最后 刘松仁分手后 单身了很久 1992年 有一次飞机上遇到一名空姐 一颦一笑 温柔甜美 瞬间击中了她的心 已经43岁的刘松仁面对爱情依旧小心羞涩 她怕太唐突 不敢向空姐要电话 但她又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便向空姐要来纸和笔 写了一首藏头诗 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 塞给了这名空姐 刘松仁接下来便坠坠不安的等电话 果然没过几天 空姐便打来了电话 但可笑的是 空姐是泰国人 根本看不懂她的藏头诗 两人便由此相识 并且开始交往 空姐名叫苏家燕 才22岁 会说中文 但看不懂 刘松仁为了和女友沟通顺畅 一把年纪 还跑去学英文 两人相处一段时间后 非常合拍 便直接闪婚了 考虑到刘松仁年纪见长 他们决定做丁克 不要孩子 苏家燕曾在婚前要求说 婚后自己还要继续工作 不愿意做家庭主妇 刘松仁同意 并支持妻子的工作 而刘松仁也向妻子打预防针说 自己从事演员工作 难免会有绯闻 但自己绝不会出轨 请妻子一定相信自己 的确 像刘松仁这样的男主角 正是有魅力的时候 在拍摄《名媛望族》的时候 港姐出身的马赛 饰演刘松仁的女儿 一度传出两人有染 实则 是马赛主动向刘松仁 发送自己的性感视频 不久后 马赛因勾引插足富豪 遭到报应 留出大量尺度照片 星途近会 他随即便遭到TVB的封杀 娱乐圈是个大染缸 刘松仁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个性 不爱凑热闹 也没有绯闻 反而会因为不合群被误会 曾经刘松仁在拍摄《大时代》时 被传与郑孝丘交恶 两人不愿意同台宣传 他也亲自出面澄清了这件事 由于他不爱凑热闹 才被传出与郑孝丘不合 并称《大时代》是所有人的回忆 再次重播时 他边看边流泪 十分怀念那个时候 随着年龄的增长 刘松仁不得不让位 他不再是大男主 送到手上的角色 变成了男主的父亲 甚至有不少反面角色 刘松仁没有挑剔 一直活跃在片场 他想趁自己身体好的时候 多赚一点钱 好让妻子生活有保障 但刘松仁对角色的态度 一直没有变 依旧认真 甚至有一点较劲 刘松仁的价值观 和工作态度 一直是圈内的开模 多年来他也用作品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除此之外 刘松仁还是一个大孝子 刘松仁曾经分享说 自己刚成名的时候 有一次自己和朋友在一家餐厅吃饭 他刚坐下 就看到前面一个妇人跑了出去 回家之后他才知道 餐厅里的那个妇人就是他妈妈 原来妈妈看到儿子有朋友在 觉得自己一身很狼狈 怕给儿子丢脸 便赶紧跑掉了 刘松仁感动不已 并发誓一定要好好照顾母亲 刘松仁不管工作再忙 都抽出时间陪伴母亲 65岁的时候 还牵着母亲的手逛商场 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 刘松仁每天都在病房前守候 面对母亲的离世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脆弱 几年后 他怀着这样的情感 将对母亲的思念 放在了舞台剧 《立马斗》的创作中 近两年刘松仁的身体欠佳 有时行动不变 清明节他特地拜托好友帮母亲扫墓 为此他还特地在网上向友人表示感谢 不久前曾被爆出过疑似中风的消息 此后他便一直鲜少出现在公众面前 近日有港美爆出 刘松仁在太太苏佳燕的北半下 到康复中心做康复物理治疗的照片 照片中 刘松仁包裹颜饰 戴着蓝色毛线帽 眼镜以及口罩 衣服都是宽松舒适的运动服 刘松仁下车之后 拐着拐杖往前走了几步 不过都是一拳一拐 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很不好 刘松仁在康复中心待了大约五个小时 出来时也是一边拐拐 另一边由妻子搀扶 走起路来还是有些吃力 二人慢慢走到路边等车 在刘松仁治疗期间 太太苏佳燕一直陪伴在侧 细心地照顾她 看得出二人感情十分深厚 并没有因为刘松仁生病 时刻需要照顾的状态 就生出嫌隙 其实前不久就已经有消息指出 刘松仁最近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不仅身形消瘦 而且出门需要拐杖和护工搀扶 又因为当天被拍摄到另一张照片中 刘松仁的一只手一直握拳未松开 食指和尾指不能完全曲曲 不少人猜测她是不是中风了 不过刘松仁对中风的消息做出过回应 她表示自己确实受伤了 而且正在康复中 刘松仁的爱徒王欣轩也表示 刘松仁没事 应该只是之前跌倒了 伤到了腿 面对港美对于自己中风的报道 刘松仁专程晒照 例证自己身体健康 虽然气色不错 但皱纹已经爬满了脸 老太明显 去年她与好友米雪一起爬山时 米雪保养得宜 依然保持着少女身材 但刘松仁却没有能抵抗住食仙的摧残 曾经两人站在一起好似情侣 如今站在一起缺像妇女 在事业上尽了全力的刘松仁 在不惑之年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多年来产出了不少经典作品 却没有一点黑料 回首怀念应该没什么遗憾 如今刘松仁只剩下和时间做斗争 努力保养身体 抵抗衰老和疾病 愿她能够早日康复吧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